本土的病例是4例 9号新增4例本土 其中案16168是新北的装修工人 传染给同住妻子 不过因为家住台北市 所以列为北市个案 怀疑跟新北的集合住宅群区有关 历历则是感染源不明 但他已经传染给同住家人 现在讲从境外移住这两例 那这两例基本上是跟这个埃及 从埃及入境的有关 跟埃及的这个爸爸 追追追整起事件的感染源 外界只指是埃及爸爸 新增的两例境外 就是他的哥哥和表哥 8月4号一同从埃及来台 在检疫期满裁检都是阴性 但两人接触个案后 9号再裁检转为阳性 CT值偏高 的确如果以整体CT值偏高 等于感染时间就长来看 新北幼儿园群聚感染 比较早感染的个案 推测是按16160的埃及爸爸 或按16129的幼儿园老师 但都还不能下定论 那这个在源头现在很难判定 当然有几个发病日比较早 但也不会说是太远的案子 因为他IGM到目前是阳性 虽然目前疫情人平稳 指挥中心也不打算调整双铁运料 或其他防疫措施加盐 但Delta传播力高 还是得尽快找出感染源 阻断社区隐形传播链 欢迎新闻 柯关城 黄云竹台北报道 日韩焦点全面掌握 东亚局势 全球关注 新时代的区域竞合 台湾in or out 每周四晚间8点58分 环宇看东亚 带您探索东亚震惊脉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